大家好,我是Leo 近期和朋友聊天,我需要做定期的身体检查 他和我推荐深圳一间 叫做新丰磨木家医院 去做个身体检查 在深圳数一数二的全科师家医院 平时去深圳 饮饮食食就试得多 但未真正去过做体检 所以我特意 预约了这一间医院做身体检查 不知道整个流程会是怎样呢? 在出发之前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最重要是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医院是位于地铁沙尾站的附近 我当日在福田口岸的地铁站 搭4号线 搭一个站去到福民站 再转7号线 由福民去到沙尾站 在沙尾站撕出口 我们走过去大概 3-4分钟 就到我们今天要去做体检查的 和木家医院 最近才开到深圳 身体检查应该每年做一次 都隔了2-3年未做 我这次特意去订阅这一间医院 做身体检查 很快就来到医院门口 我们大概走了3分钟 就到深圳新丰和木家医院 在外面看到也挺有规模 我们现在进去做体检查 比我想象中更具规模 医院占地很大 很阔落 我给了回香证 他们正在做登记 这一片银声拿好 就需要你完善一下信息搜导 手机的话 你有大陆的手机吗 因为大家可能会 很危险 首先去到接待署 登记的资料 做了登记之后 职员就会教你 在微信的小程式 开启医院的小程式 方便你之后可以 看报告或者预约 现在我就送了 微信二维码 就可以之后看回 他们的报告 之后 前台就会告诉你 你要去回商议的楼层 恶报的项目是4800元人民币 验46个项目 包括验癌症标志物 验欧门和旋菌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 超声波 Xway照胸肺等等 看回医院的资料 在1997年就已经成立 在北京 天津 青岛 上海 广州都有分院 2022年 就来到深圳开业 也有部分是香港医生住院 体检集中在二楼 我们来到全方的接待署 说回你登记的资料 护士会和你核对一次之后 就开始检查 一开始做基础检查的时候 都是一人一房 全程都是护士 一对一地带领 要有过敏吗? 有 我有对抗生素要过敏 那个是什么时候? 10年多吧 没有再吃这个 现在正好 刚才 刚才可能你走了 现在是 现在125 好啊 我刚才第一次量血压的时候 是140 可能刚刚上到来有点紧张 跟姑娘聊了一会之后 放松了心情 再量血压 就变回125 79 之后是检测视力 和对颜色的敏感度 量身高体重 腰围等等 有了基本的资料 就可以见医生了 而且也可以预约 识得广东话的医生 你好 何医生 华医生你好 在体检之前 我们大概了解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这次体检的话 有没有自己特别关注的问题 最重要是看有没有 血压过高 血压过高 胆固层肢 不知如何 医生问的问题 由浅入心 首先问我 想检查什么部分 问家族的病史 再问我日常生活习惯等等 医生 差不多用了30分钟的时间 去详细了解和检查 当医生问问题之后 就帮我做身体检查 听肺 心跳 检查牙齿 淋巴 耳朵等等 在哪里看得这么大 每年有没有洗牙齿吗 我刚刚 几个月之前 清潔度做得好 我经常都觉得这个是 谈火核 你说这个是吗 是的 这个是吗 是的 这个其实是一条长条形 就是一个基束来的 它不是那个淋巴结 但是这个地方 这个有一个圆圆的 这个地方可能这个就是淋巴结 这个地方那么多疼吗 有少少 像疼 有少少像疼 这个就是淋巴结 因为它是一棵一棵 好像黄豆一粒一粒的 你自己用手摸摸 就是这个 你摸得有一个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淋巴结 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基束来的 是的 这是两边你摸一摸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胀头 是的 那这个是完全没有什么感觉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它有淋巴结呢 淋巴结的话 如果有常呼吸度感染 或者有盲症变导体验 这些盲症婴炎 都有可能会引起 这里 头颈部这里有淋巴结出现 嗯 但是呢 这个也不是一个危险的症状 就是它只是伸出一个东西 但是它对你心目是很危险的 所以呢 我们又不需要有些人说 有些什么风油症 就是有绝一绝 会不会消灭呢 其实都不会的 嗯 它到你感冒好了 或者你那个喉咙痛 这个急性过了 这个病毒体 其实有些是自己可以自己消灭的 但是有一部分人 他没办法完全消灭 其实都没所谓的 我们不需要人去 那个担心 但是呢 如果我们在这些地方 锁骨上面 如果可以摸到 一些比较大的淋巴结 而且它是不会移动的 就是不会移动的 可能就会危险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摸到 它也是可以移动的 又有点痛的 那这些都是 如果不移动的 代表是恶性 可能性大 但是摸呢 只是一个初步的检查 但是如果你 那把镜真的很大很大 大到一定程度的话 我们又需要做其他检查 会碰不碰它是弱性 还是恶性 过几两个星期之前 是有伤风感冒的 哦 所以这里 这里我说可以摸到一个 但是不需要检查 因为你的喉咙是有点红的 现在喉咙是有点红的 明白 你现在吞好水就有点红的 很轻微 哦 很轻微 对了 然后我们这样看一看 有没有红啊 古墨都是正常的 平时都没有耳鸣啊 没有 OK啊 挺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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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医生检查了身体之后 就准备下一步抽血检验 当中会验 血糖 血脂 胆固醇 月形肝炎 EB病毒等等 我用右手是不是抽右手 都可以 都可以 都想抽 平常 现血也是抽 因为右边好抽一点 我总共抽了五小桶的血 做化验 请入墨拳 找一下你的血糖 右手和左右脚 然后还有六个电子放在你的胸部 需要你把衣服拉上去 嗯 好 之后检测心电图 看看心率正不正常 我心率是正常的 但是呢 都要给心脏医生再做一次详细的评估 才确认 刚刚做完抽血和心电图 做完下一步的B超 即是超声波 但整个流程是很流畅的 我想最好就是 你会知道下一步在做什么 因为护士和医生都会告诉你 你现在在做什么 医生在准备超声波房之前 我在门口 看一看 我今次要做的身体检查 包了什么 我们就是做这个体检 其实都是很清楚说 我们整个 要做什么 超B是检查什么的 肝板一提顺盛 然后 膀胱是检查什么的 膀胱的话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膀胱的变态情况怎么样 第二个的话 膀胱痛的情况下 看看有没有膀胱里面结石 然后有没有脏位性病变 做超声波 用了很长的时间 也都看得很仔细 医生真是很好 因为我是第一次召超声波 首次见到自己的内藏 对每个器官都感到非常好奇 我问了很多问题 医生都很耐心 一一地解答 做完我的超声波检查 看看我的肾脏 肝脏 胰脏 我刚才很清楚看到 医生都可以 每个五臟六腑的功能 告诉我是用来做什么 做了超声波之后 可以探望自己的五臟六腑 有没有异常 黑影 肿瘤等等的问题 检查过之后 就会去到另一个部门 做幽门螺旋菌的检查 这个检查是 就是有一个 就像指导网一样的 放在你的肌虫 这里连着这个机器 然后你就在做的过程中 保持安静 尽量不要说话 之后护士为了调配测试的座剂 当中 有一片尿熟的药片 和柠檬酸的粉末 在温水里调均 需要两分钟之内 喝完这一杯的座剂 好 现在已经完成了 我给你们拿下来接口 看一下你的结果是正常的 它是 0到5之间 如果超过5是 是凉明凉性的 你现在是5以内 是正常的 在这里有条检查到鼻子 是因为它收集我呼吸出来的空气 去回这部机器分析 一门螺旋菌感染 就会去到5以上 但是 我是零的 所以 我是没有适应的 整个流程 没什么地方需要等 是很流畅 接着下来的步骤 就是收集大小便 由于我去大解 都很规律 每天一早早 就已经去了 所以我只能够收集小便 最后就是 X-ray 照空 做完这个检测 就完成了今天的身体检测 当我做完所有检测之后 医院就为我准备了一份早餐 我由今早起床 要空肚 准备做检测 所以没有吃过任何东西 亦都没什么喝水 所以如果做完检测 还要空着肚子出去找东西 就显得有点狼狈 我觉得这件事很窩心 我认为就算吃 也可能是外面自己吃完 原来医院准备了 早餐给你吃 试试 先试试 这个是芝士德式鸡肉腸 背果三文治 当我吃完早餐之后 就已经完成了我今天的检测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就可以回来看报告 我回来看报告 好 清楚 报告在那里 好 我们这个结果都挺好的 是 之前有传了email给你 你有看到吗 有有有有 你自己反正有什么问题 我们觉得有没有什么我需要注意 对 OK 我们一个个看 第一个看槽是超了一点 但我们查到你这次有没有其他的疾病 所以这个指标我觉得 现在不需要过度关注 我们可以明明的时候查一查 看有变化就可以了 明白 你自己又不需要太紧张 就好必了 明白 这次查到热干的抗体 也是足够保护抗体的 这个是非常好的 所以应该是你这几年都不需要再查 或者不需要再补打疫苗了 可以保护得这么久 一般上那个抗体的抗体 大医生我们就觉得是足够的了 现在是339 都是很足够的了 明白明白 这个指标非常好 我们这次又做到肿瘤相关的一些检测 那个 其实除了亲身来看报告之外 你也可以选择 医生可以用电话给你解读 奶茶蛋糕这些可能都需要小糖 明白 是的 谢谢何医生 第七天 我回来拿报告 何医生就说清楚我整份报告 最主要是我要保持健康 然后我要抽时间做一个肠胃镜 其实我昨晚睡得不太好 很担心身体有问题 如果你做得好的事 医生真是如实跟你说 你有哪些是做得好 其实你继续就行了 我很怕看医生有一种感觉 就是反卖焦虑 要你做很多食药 手术 我真的很担心这件事 但是听他说完之后 整个心就轻松了 真是放下心头大石 而且整个医院的感觉 非常之好 很有规模 好企丽 最重要是整个流程 我约了几点 我来到做完登记 我就立刻可以做体检 我不需要要等很久 前面有很多人排队 但我来到这里 完全感觉都是很避受尊重 这次的Body Check体验 是我过去这么多年做身体检查 觉得是最舒服 最仔细 以及最专业的一次 这个港人小助手的QR Code 可以在那里问问题 也可以预约体检时间 还有我第二次去到医院做接待登记的时候 登记同时跟我说 原来他们有一个港人的优惠 可以每位减免250元 详细我会留在影片简介里面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频道 最重要是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按下我小铃铛 当有新片出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约定你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订阅